好 咱们看第一段最后一句话 第五句 看屏幕 In fact, a basic amount of movement occurs during sleep which is specifically concerned with preventing muscle inactivity 他进一步说了 他说睡眠并不是主要为了让机体休息 为什么 你看他睡眠期间故意还有有些运动的 事实上一个基本的量的一个运动在睡眠期间也会发生 是什么呢 这基本的运动是什么呢 加定义重症 which is specifically concerned with specifically 表示专门的 这专门与什么有关呢 专门与避免肌肉的不活动有关的 一些运动 基本量的运动还是在发生 就睡眠期间我们它自动的也会一会动一下 一会动一下 避免肌肉长期不运动 这样的话反而被身体有害 说明 进一步说明 睡眠好像不是为了让机体休息 这个我们看看 尤其里边这个 当然 a basic amount of movement moment 在这表示运动 可数不可数都可以 在本文中用 amount 修饰一定做不可数名词的 因为 amount 只能修饰不可数 这个 moment 可数不可数都对 那关键是里面有个副词叫specifically 这个素词用得多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specifically 什么意思呢 relating to or intended for one particular type of person or thing only 特定的 专门的 针对某人或者某个事情的 特定的 专门的 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liquid vitamin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children 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一些液体的微浓素 专门为他们设计的 这个design是后制定于修饰vitamins 那么如果说微浓素就是b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就好了 再比如说 a magazine aimed specifically at working women 一本杂志 这个专门特别是针对那些职业妇女的一本杂志 就专门上班的妇女 这个aimed跟design一样 过去分词修饰前面那个magazine 顺便我们把几个搭配把它记住了 b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专门为某些人或事情而设计的 如果说微动词加病毒词 过去分词做后制定于就把病毒词去掉 还有专门针对什么呢 be aimed specifically at什么 注意这次at 微动词那么加成被动词 做微语词 如果非微语被病毒词去掉就好了 还有本文中专门是关于什么呢 be specifically concerned with be concerned with是关于什么 这个专门的特定的可以把这个同事记住 但是本文中是专门关于什么呢 这个关于这个词也比较讨厌 与什么什么有关还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主动的concern 还有是被动的be concerned with 都可以表示对什么什么有关 所以主动被动意思一样 它表示关于这两个都对 你比如说the book concerns music 这本书是关于音乐的 也可以说the book is concerned with music 这本书是关于音乐的意思几乎一样 那么我们如果说后制定于呢 一本关于音乐的书怎么办 如果是动词变成非被动词 变成concerning了吧 对吧 a book concerning music 关于音乐的一本书 这concerning因为用的太多了 所以很多字典干脆把concerning看作借词了 因为它做非为动词非常像借词吧 后面再加这个名词了嘛 借词短语做后制定了 其实来自于非被动词 那么如果be concerned with呢 做非为动词后制定语怎么用 be动词去掉不就好了嘛 a book concerned with music就好了 这是concern表示关于什么什么 但是表示担忧 这个不要把它弄错哦 表示担忧 concern表示另某人担忧 那么如果为某事担忧呢 就是be concerned about 这个主动被动的分开了 concern就是主动令某人担忧 人作宾语 如果人作主语 人为某事担忧呢 be concerned 或者我们叫about 而不用with 这个很容易错 特别讨厌 咱们看例子 what concerns me is our lack of preparation for the change 现在令我担忧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我们对这个改变缺乏准备 这令我担忧了 就是我作评语了 如果某人担忧某事呢 用被动 你看the police said they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boy's safety 这个警方说 他们现在非常担心 这个孩子的安全 这比较担心 表示关于相关的 这把它弄清楚 别弄错了 好 本文中说 专门关于什么呢 避免 preventing 说前面with的评语了 避免什么呢 肌肉的不活动 activity是活动 前面叫安逸否定自同 就是不活动 注意不可输 意思是uncountable 加以有比较uncountable 不可输的 the state of not doing anything not moving or not working 这个状态 什么状态呢 就是不做任何事 不移动 不动 或者是不工作 总之是不运动 不工作 不做任何事 这个叫inactivity 就是缺乏运动 不运动 不工作 我们看个例子吧 don't suddenly take up violent exercises after years of inactivity 在多年的不活动 不运动之后 不要突然间去做一些激烈的 非常大规模激烈的一些运动 这个take up 从事激烈运动 在多年不活动之后 这个容易引起集体的损害 好 这个第一段呢 就引出了这个话题 这个难题没有解决 是不是我们睡眠呢 人们研究了好几千年了 但是一直都是一个谜 为什么呢 大家认为睡眠让身体休息呗 但是似乎从种种的这个证据表明 睡眠并不是为了使身体休息的 那么第一段是引出了这么话题 第二段进一步讨论的睡眠的功能 以及引出了我们梦的本质 这个中心的话题 好 咱们一会详细的看第二段 第一段跟老师先学到这儿